在網上平台做二手買賣 我想大家都試過 但是一輛車由幾萬到幾百萬都有 是不是真的夠膽試呢 近兩年其實私人交收會比較多了 現在私人的比例會佔到六成左右 我們平時驗車一個月驗到二百架車左右 我們都佔了百二架車左右是私人的 我們現在已經超過每個月有十二萬個 一個Active Fusion 只是看車而已 而我們的Transaction 大約每個月都有七百架 其實你見到那個數量是增幅很驚人 也都代表到我覺得我們的方向非常成功 今次已經不是這個平台第一次推出線下服務 針對兩年前已經推出的汽車買賣 用戶在交易的時候 可以透過平台找到合作的汽車檢驗公司 額外付錢安排驗車 做高增值的產品當然是車和樓 不是在網上平台中 一見一下就可以立即有Transaction 今次我們看到二手買賣汽車這方面 其實都是很缺乏一個信任 所以我們希望建立這個平台 去幫助客戶增加他們對我們的平台信心 譬如像這個驗車中心 終於是有一個叫Official 的驗車 他們也不用擔心會否有甚麼騙案 或者一些造成他們不方便的事 其實雙方面他可能會找回自己的車房 相信自己的車房 但是因為車房可能會有利益衝突 譬如買家去找車房的時候 可能會跟車房說 你幫我跟車主說 車有問題 我壓他價便宜一點 如果在車主方面 可能他就會去我車房驗 他當然會叫他自己的車房說 喂不要說我的車有問題 去做一個檢驗的時候 我們就不堅持任何買賣 或者他們的交收是怎樣的 我們只會去看車的狀況 如實報告這輛車 這樣會比較公正和獨立 過往都有跟其他第三方認證的機構合作 在我們的責任 其實我們怎樣去令到平台更壯大呢 就是要提供更多的選擇和服務 去讓我們用戶覺得 其實用不我們的平台 選擇我們的平台正確 從而他們可以有更多的投資在我們這裡 在汽車方面 2020年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業務 都會有相關措施的增長 平台代表就說 因為他們已經有一批慣性用戶 當退出高價值產品的時候 這班用戶都願意繼續在平台上 做搜尋和交易 當退退大家 每一次的交易都是由買賣雙方負責的 所以先看清楚